接着第二 居士在四八卿 其中一条不能受 只可以其中一条不受吗 当然是可以的 最初的时候都是总受 总受之后 你哪一条不能持的话 你对一个 对一位了解你言语的 对着失误也可以 对着我们同参道友 联友也可以 所其中某一条件 使其中某一条件都可以的 这是可以 那么佛是善巧方便度众生 所以一条一条受 一条你能够受好 你的善根就会增上 就会往前面进步 受之更多条 是这样 再来第三 居士受菩萨戒六哉日 不能一一六哉日 受之怎么办呢 六哉日 六哉日的话 我们那一条戒就不要受 那一条戒不要受 但是你不能说我不受 那我就什么都不要了 不是 你不受 但是你就是特别有时间 你就受止 就受止了 那你刚好六哉日的时候 六天当中 你有四天可以受 那你六天 你在佛福山面前自治受 或者来这边 方便就来这边寺庙 受 六哉日 受八观哉戒 受八观哉戒 那因缘上 要不能过五不食的话 你就受八戒 灾不受 也可以 在《又不受戒经》里面 八观哉戒品 八观哉品里面也有说到 你受八戒 还有功德 还有功德的 你虽然灾不能持 你不要全部不受 你受八戒也可以 还是有功德的 这是不得已的情况下 可以的话 我们连那个灾 过五不食那条件也受 那就更圆满了 更圆满 好 那么 这是简单的回答 那么最后呢 我们呢 是让诸位呢 每天呢 这么样的 听四个小时呢 虽然是还可以 还撑得下去 撑得下去 那诸位啊 坐那么久 坐那么久 有时候一下子啊 所有的滑水 通通灌下来了 一时之间 没办法 听那么多 那么总之呢 这是简单讲哦 要真的要 细讲的话 诸位要留半年啊 连比丘尼戒啊 随机节目 通通才能够讲完 还不够啊 还不够的 那就简单讲 诸位呢 受到菩萨戒啊 之后呢 就要好好学啊 好好学 学了才能够应用 应用 我们就得利益 得利益 都是为了自己 为了自己 就是为了众生 那么最后呢 恭祝诸位呢 发菩提心 得上品界 善富利益 善学六度 普利众生 善学真上 不会延老 就就喝到 阿命度 阿姨度 没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